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临时小学校 维基百科写作课的第三堂课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将会从 维基百科的条目写作 尤其是在新建条目的部分 进行一个解说 那主要的重点是在于说 希望可以透过几个步骤的介绍 让各位第一次写作条目的学员 能够透过一定的方法 快速的且简单的创建出 你想要断写的条目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我们在做条目创建的时候 其实有五个重要的步骤 那其实这五个步骤里面 你会发现 在前几次的课程里面提到的 这个维基百科的语法以及写作 其实是在我们最后的一个步骤 前面四个步骤 其实都在做资料的收集 然后阅读以及冠写 这个是我们在做维基百科写作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环节 首先我们在先看到浏览 浏览的重点在于了解你的写作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写 今天如果要写一个人 我们就会拿这个人的人名 作为他的长目名称 或者是这个人比较常被大家知道的名字 像是焦糖哥哥 或是香蕉哥哥等等的 但是如果说你用一个类似于论 这个某某人在某个领域的这个攻击 或者是他的成就 这样子的题目 就是我们有点像在写论文的这样的题目 其实它是不太符合 维基百科的一个体力的 那首先我们选择一个题目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资料的收集 那在做资料的收集时 希望大家可以先去做 像是先去Google啊 这个人的一些简单的 包含像报道啊 或者是一些文献 那在做基础的一个搜寻的时候呢 就先做标题跟前沿 或者是内容的一个大略的一个阅读 还不用很仔细的读过 但是就是先做一个大略的阅读 那透过你在网路上阅览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笔资料 在网路上可以找到的资讯有哪些 那慢慢的慢慢的 你收集到了一定的资料量的时候 你慢慢的就可以从下面的三个问题 去了解说 这个条目到底有没有可能 是不是个合适的写中目标 首先你可以先 第一件事情是去想 去回答说 我要写的是 我今天我要写的是某某人 某某事件 或是某个实体 那再来第二个 我能不能用五句话内的介绍 让大家觉得这个主题是很特别的 那时候我今天要写的是一个 台湾著名的哲学家 我今天要写的是 位于台北的某一栋建筑物 我今天要写的是 位于新竹的某一个古迹 那这个都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尤其是你今天在做这个资料搜集的时候 其实你在大阅读的时候 你就要慢慢的去了解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刚刚我举例的古迹 哲学家 或者是一栋建筑物 或者是政治人物等等的 你可以稍微去想象一下说 哲学家 古迹 国务馆 政治人物 他们的这个条目的架构 可能在哪一个部分 会是比较重要 要去扩写的重点 但是以政治人物来讲 可能他的参政 会是很重要的地方 或者是他参选的记录等等的 那在博物馆的部分 可能像是展览 或者是馆室等等的 这个都会是 我们在做条目架构的一个编排的时候 前面就可以预先做的一些想象 那在做这个粗略的条目资料搜寻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大家如果想要写的那个条目 你在Google上面寻找了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办法找到 可能大概五笔左右的 五笔都不一样的资料的话 那在这边我们会建议 学员在这边就赶快停下来 换一个题目来读写 那在条目资料的搜寻里面 我们最常使用的可能是Google 或者是博硕说论文网 或者是你手边有的实体文献 不过如果有一个东西 它在Google上面 你花了大概半个小时 或甚至是一个小时 你都不能找到四五篇比较 四五篇各自独立的文献 或者是报导的时候 这就表示这个东西可能 在网路上的资料比较少 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它可能要形成一个条目 就会比较困难 那会建议各位学员 在这个时候 赶快去换一个条目 换一个条目的这个题目 那去做资料的搜寻跟冠写 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于这个参考文献 相信我们在做这个 维基百科教学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直提到 这个参考文献的重要 那其实参考文献 是我们在写条目的时候 一个非常狠犀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在写条目的时候 说选要的参考文献有问题 那你写出来的条目 自然也是会有问题的 那我们在做这个参考文献的来源的 判别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参考文献是否可以用 它并不是一个很硬的一个界线 它比较像是一个光谱 就是说可能它最右边的是 最好最可以用的 最左边的是最建议不要用的 那我们从最下面来看 如果我们直接从这个类别来看 最严谨最可用的 包含像是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专书政府出版品 或者是政府的年报 然后一些专业刊物等等 那还算可以用的 就是像大众传媒 科普类的制作 科普类的著作 以及这个政府的委托研究案的报告等等的 那在这些东西里面 它还是有可能会在 面对不同的主题的时候 出现有些资料是可以用的 或是不可以用的 像是在医学相关的条目里面 可能大部分的大众传媒的参考文献 都是不可用的 或者是一些科普类的著作 它就比较不适合用在于 一些医疗的条目上面 它可能就需要是期刊论文 甚至是就是审查的 审查的严谨度比较高的一些论文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这一个标准就不是绝对的 那我们通常在衡量这个来源的 几个思考的点就是 第一个作者是否是 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那第二个是这一份文件 无论它是期刊也好 它是书也好 或者是它是任何的出版品 或者是网站 它是否在发表前 会有经过一定的审核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 你不可以去拿其他的这种 类似维基百科的 其他线上百科 作为维基百科的引用 那同样的你也不可以引用 其他语言的维基百科 作为中文维基百科的参考文献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最后一件就是 来源跟主题之间 有没有利益冲突 这句话翻成白话文 就是业配文都不能当参考文献 无论是 无论是这一篇文章 是有人付钱写的 或者是有人付钱写的 负面文章等等 这样子的这个 不当的利益关系 都会导致这个参考文献 它的那个可靠性是会下降 那再来就是谈一下 这个来源的可用程度 我们在写某些特定的主题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 像是我们今天如果写的是博物馆 或者写一些文化资产 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 新闻常常会报导 在这个博物馆上面发生的展览 或者这个文化资产上面发生的一些事件 但是针对文化资产本身的描述可能很少 那当然 如果你收集的资料够多 它依然可以作为去佐证 这一个博物馆的条目的一个部分 可是你会发现 针对博物馆本身的描述 可能在报导里面 可能只占了一成 甚至可能只有5%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就会需要更多的参考文献 来协助你撰写这一个博物馆 或文化资产的条目的内容 那再来是 这一个参考文献 它是不是有特殊 它是不是发生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 那是以博物馆来看 现在的博物馆可能都是不开放的 或是是预约开放的 但过去 在过去它可能会是 我都开 我只休礼拜一 或是我开五六日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就要去谨慎思考说 我这个参考文献 如果我收到的这些讯息 其实都是在疫情之下的内容的话 那我是不是不能把它写成是 博物馆的开放时间 可能只开礼拜六 可是它可能是因为疫情之下 才只开礼拜六 那你比较正确的写法 可能会是 你去找到那份文献 找到另外一份文献去佐证说 它可能只有休礼拜一 那只是因为疫情的状况下 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说 我现在只开礼拜六 然后你还要预约 或是你需要遵到实名制才可以进来 那这个是前面做这个 资料浏览跟收集的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范例 我今天如果要写这个叶赛英 那我简单在搜寻完资料之后 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人是谁 就说他是一名法官 曾经被提名为大法官 但是后来没有选上 那同时他是这个叶俊玲的女儿 受到他爸爸的影响 后面投入这个台语歌曲的创作 还有这个保存的这个工作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再去详细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包含他是一位法官 那是不是在法律界的相关的网站里面 或是一些法律的文件里面 会有出现他的资料 那因为他曾经被提名过大法官 那在这一个部分 应该是会有一些新闻 或者是不同的来源 可以在这一块去做一些更多的琢磨 那后面他有投入这个台语歌曲创作的 相关的工作 无论是鼓励的工作 或者是保存的工作 那在这一块上面 应该也会有额外的一些新闻等等的 你也可以再对这个部分 再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 那在前面就了解 你写的条目 他有什么样的特性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你后面在做这个条目的 章节的安排 你在做安排的时候 才不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 或者是到最后 有时候你在调整个顺序的时候 这边好像也可以抓过来 那边也可以抓过来 最后乱成一团 那再来就是 第二个步骤就是规划 那规划的部分 其实把握几个原则啦 那第一个就是有广而经 像是我以人来讲 我先讲生平 生平里面可能就开始讲说 可能求学时期啊 或者是如果是政治人物 他可能会有求学时期 那参政时期 那如果他退休 那可能会有退休后的一些生活等等 那由近而远啊 先从最核心的部分开始描述 先讲这个人自己的事情 再来讲一些他周遭发生的事件 那最后是一个比较像是 格式上面的调配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猜那个段落 会导致某个段落过短 或过长的话 可以适当的去调配里面的一些文字 或者是说你就不用分段 那让整个阅读上面会比较的平衡 也会比较容易阅读 那再来就是精读哦 你在前面 会很广泛的去搜集很大量的参考文献 如果你要写作的目标 它的资料够多的话 你会搜集到可能实际笔 很多的参考文献 那在这个时候 就要开始每一笔 每一笔的开始细读里面的内容 开始把第一个像是 重复内容的 它可能是一份新闻稿 然后多个平台发表的 那这种的马上先提掉 那再来就是 如果它不符合 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对于参考文献的标准的话 提掉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它是由 你要写的条目的第一方 直接写的 那这个可能先也是先提掉 那 这个这些东西呢 慢慢的你留下来之后 可能原本你找到十几份 到后面可能只剩八份 六份这样 那在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读里面的资讯 包含像是 如果我们今天要写一个博物馆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写里面的馆史 包含说 它是哪一年创馆 那当时筹备是怎么筹备的 然后可能首任馆长是谁 那这个馆长跟这个馆有什么关系 等等的 这样子的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 很重要的是 维基百科它是一个知识的 它是缓写知识 它收入知识的一份百科全书 所以请大家尽量不要在里面 才就放一些这个比较抒情 或者是情绪性的一些 用字前词在里面 那在这个时候 你在精读整个介绍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安排说 这个内容可以先放在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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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并不是说 所有的条目都有一个固定的大纲 都会因为内容的关系 就是那个条目的特性的关系 大纲的内容都会有一些微调 那大家有兴趣 在撰写的时候 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你去找一个跟你现在要写的东西 有相同性质的 那去参考一下别人的怎么写 那你可以先把别人的大纲 参考过来的时候 再针对你要写的那个条目 再去微调或修改相关的内容 那在如果你找到参考文献 也没有足够到说 可以支撑那个条目 有可能三个章节或四个章节 那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把你目前找到的参考文献 有多少的资讯 就把它写进去 那接下来就是进行写作 完成你的文章 那这边也有提 这边大家其实 我现在讲到这边 大家其实会发现 其实到这边我们都还没有碰到 危机的平台 那在中间的过程中 从最早的收集资料到现在 我们开始要进行写作的时候 大家其实也都可以使用你自己 擅长的就是习惯的平台 去进行写作 包含像是你也可以使用 Word来写啊 或者你也可以使用 Google Doc来写啊 都可以 那写完之后 我们在最后的整理的部分 再回去把那个 再回去把 需要的危机语法 放进去就可以 那写的时候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自己常常喜欢这样讲 就是当你把所有的内容 读完之后呢 把书全部盖起来 把参考文献都盖起来 然后用你自己想的 就是用你自己解释 这个东西的方法 去把这个东西解释下来 写完之后呢 写完之后呢 去把里面的形容词删掉 像是 这个东西是很好吃的 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 这个博物馆是很漂亮的 把这些 把这些形容词 删掉 那尽量的去陈述事实 避免去形容 避免去评论 那还有再来就是 要尽量避免这个 比较 我们讲说 比较主观的用词吗 像常常我们 会举例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写年份的时候 可能会建议大家可能都 就会写西元 那如果说 你希望去凸显这件事情 发生在当地的那一个 年代或是那一个 当地的年号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就是 你可以用括号的方式 像是 你可以使用 你可能这边写说 这个时候是大正五年 那你后面就括号西元多少年 那这边也是稍微讲一下 你如果选择 是写大正五年 然后括号西元 那你整篇文章 请维持一样的格式 就不要前面是 大正五年 括号西元几年 然后后面是西元几年 然后括号民国几年 这样子阅读上面 也会出会会蛮 会变得比较困难 然后然后整体而言 一致性也比较差 那再来就是 尽量避免一些 具包贬义的词语 如果说真的是要呈现 当时的一些内容的话 可以尽量使用像是饮用 或者是 这个部分大家要自己去斟酌 那切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是绝对不可以抄袭 维基百科很重视 这个版权上面的部分 我们对于抄袭的条目 其实是抓得非常的严厉 那当然了 有些事情可能真的 你说A 那你也没办法说B 像是这一个 以博物馆来讲 或者是以文化资产来讲 可能它的地址 或者它的电话等等的 或者是它的成立年 它的成立时间 那尽量我们可能在描述上面 就可以使用一些换句话说 像是如果其他的文章写说 某某某博物馆成立于 可能1945年 那我们就写说 1945年某某某博物馆成立 就是用这些 可能修辞上面的一些 转换 让这个尽量去 让这篇文章 不会有这个抄袭的成分 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维基百科是一个百科全书 你今天在写条目的时候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有条列的部分 尽量使用散文的方式去陈述 那当然你还是会看到 有条列式的条目在里面 不过这个就是 整体而言 维基百科还是比较希望 你是用散文的方式去 记录而非年表式的 那最后 在你完成你的写作之后 就要开始使用 维基百科的一些功能 包含我们上次有教到的 这个视觉画编辑器 你就可以尝试去帮你的 帮你写完的内容 放进这个视觉画编辑器之后呢 去标注出这个参考文献 那标注完成之后 去修改一些 在标点符号上面的部分 包含像是标点符号使用全形 那年份以及日期 做格式的统一 然后加入适当的这个内部的连结 那其他你可以做的事情呢 包含像是 你可以模仿 刚刚提到了 你如果在写政治人物的条目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的政治人物的条目 是怎么写的 他可能有一些些的东西 包含像是 我们在写条目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右边 会有一个模板 你也可以去把那个模板 去把它移动到 你的条目里面 然后去进行修改 然后如果说 你的条目里面有需要有表格 或是想要添加图片 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个尝试 然后统一用语跟用字 然后像是 还有一些像在在 在跟在之类的 在最后的整理的时候 也大家可以去重新看一下 然后去把它 去把它调整一下 那修正过于密集 重复的这个字词 就是如果你的文章写起来 有点饶口的话 可以适当的整并一下 或者是去把它调整一下格式 那最后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去加入一些适当的内部连结 像是我们常常在看条目的时候 条目里面都会有一些 像蓝色的字啊 那这些蓝色的字 其实都是 都是我们的这个 维基百科里面的内部连结 它可以帮助读者去了解一些 里面提到的一些不同的资讯 那我们在做这个内部连结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我们要强调的内容 像是举个例子 我们如果今天写了一个人的条目好了 那我在里面描述说 这个人在2012年毕业于建国高级中学 那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人是跟建国高级中学 有连结 所以你在做这个内部连结的时候 你应该去框的应该是建国高级中学 而不是去框建国 或者是去框高级中学 这个是我们在做内部连结的时候 大家要去注意的部分 那以上是我们在这个 撰写维基百科条目的时候 可以去参考的几个重要的步骤 那这一次的维基百科课程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细节的去 指导整个条目写作完成的过程 那但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三堂课 带给各位同学一些基础的 维基百科的知识 那本次课程的最后的作业 会让大家尝试去把一份草稿写作出来 那在这一次的作业写出来的草稿之后 我们也会进行批改 那我们批改的时候 会直接把我们的意见 写在你的这个维基帐号的 讨论的页面上面 那大家可以直接去讨论页面那边 去收到我们老师们的回馈 那透过这些回馈来做这个条目内容的修正 如果说修正得当的话 这些条目就可以顺利的上线 那各位同学在建立 尝试建立这些条目的时候 可以要记得 可以使用我们上一堂课 有交的这个草稿的功能 大家在建立条目的时候 你把你想要写的条目 用草稿冒号 然后条目名称去新建页面 就可以新建相对应页面的草稿 草稿页面了 那再把你撰写的内容都放进草稿页面里面 就可以提交成作业之后 我们讲老师们就会去改你的草稿 顺利改完之后就可以让你的条目正式上线 那最后我们也会在教材的部分 提供其他的文件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问 那我们也可以针对每一个条目的内容 去帮你做一些修改 最后如果你对于其他的危机活动 还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会把目前危机社群的相关的活动资讯 放在我们的HackMD上面 也欢迎各位同学 可以在社群活动的时候 踊跃参与大家的 踊跃参与这些社群活动 来更加深入在这个 危机百科贡献的部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